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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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娛樂CSI 要跟大家講上星期一個新聞 上星期一周刊 拍到一班富豪二代 和一班聰明母上船狂歡 其中一個就是 Milway的二少爺 諸葛梓琪的男朋友 這個報道出了之後 好像搞到一班富豪二代 好像沒什麼規矩 整天就找一班Nero上船 還說玩得很瘋 原來這件事真的不是大家想像中 不如一起娛樂CSI 上星期一周刊 把一班富豪二代在水上的Party 放在第二個專題 其實我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放在第二個專題 你知道這些新聞可以很大 應該放在封面上 打進去看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它就說有一班富豪二代 其中一個就是Milway的二少爺 再加上其他那些 其實每個人都很厲害 有些是律師 有些是會計師 他們整班就上遊艇 還帶上一班美女 還說那些記者 就說這班美女 其實是一班Nero 他們到水玩之後 就玩到非常之瘋 每個人又喝酒 又吃東西 而且還有些人躲在房間 不知道做什麼 就說到這班富豪二代好像很頑皮 做完事之後 就找一班Nero 就上去這個遊艇 那邊消遣 大家就想起很多三級的事情 不過原來故事真的不是這樣的 有知情人士就說 如果Milway的二少爺 真的抱著那個Nero 上這個遊艇 應該諸葛梓琪會殺了她 大家都知道 諸葛梓琪有公主病 原來那天 其實Milway的二少爺 其實都要約諸葛梓琪 一起上這個遊艇 只不過諸葛梓琪那天 就不得閒 跟著她就自己 跟她的朋友 一起上去這個船玩 拍到二少爺 就被一個女生抱著 還說那個女生 是一個小毛 叫做Mandy 其實那個 就是她朋友的女朋友 所以諸葛梓琪 看到那個照片之後 都一點都沒有生氣 因為她根本 認識那個女生是誰 而且就知道她男朋友 跟這個女生 基本上是很friend 所以她絕對 就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而且也有知情人士 就說 其實諸葛梓琪 經常都知道 她男朋友 喜歡出海 其實身為富豪二代 又怎會不喜歡出海 她說 其實都叫她去 所以她知道 基本上 這個遊艇的Party 就不是大家想到 就找些小毛上去陪她們 其實整班 都是自己的朋友 來 只不過上船玩 跟著被記者認到 就寫到她這樣 其實基本上都拍不到 任何一個女生的樣子 是大家認識的那些小毛 所以諸葛梓琪 其實一點都沒有生氣到她男朋友 所以大家看到 第二天 其實她跟她男朋友 已經一起出街了 亦都打算一起去到台灣去旅行 所以她們兩個基本上是沒事的 所以知情人士說 既然諸葛梓琪都沒有生氣 就證明這個海上Party 那些富豪二代 真的不是大家想到這樣 所以她說 根本上就是沒事 只不過是記者作故事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白晉公投 今天白晉公投的題目 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是諸葛梓琪的話 你會不會生氣你的男朋友 你會把你的意見 去到白晉娛樂的網站 點擊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